刚有同学问到,其实我的习惯就是程式 有些就放云端管理,所以你们比如写好的程式,怎么放给各位 我会开一个新的那个新增一个那个新的Google文件 然后就把它贴上,贴到那个文件里面 贴上去之后的话会是可能颜色是黑白的 应该理论上是黑白,不过是有格式化过 那黑白贴上去看起来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 不像说在eSale里面,它还有变一个颜色 不过eSale里面即便变颜色也没有那么丰富 那我是有利用到一个叫那个什么 这边有个叫 外挂,那个外挂程式叫Coprity 它有个format selection 这边把它slate 但是这个外挂蛮奇怪的就是说 就是我早期有加的,其实我还可以用 但是后来你们去什么 就外挂里面有个这样取得外挂 好像你们要找就找不到了 他好像可能Google就把它排除在外了吧 找得到不能用 不能用,所以那个作者可能他后来没有再把它更新授权一下 或者怎么样 另外我这边上面会做一个格式 把它做一个标题,把它弄了出几次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 等于是说 反正随时 因为我如果没有把这贴上去 你们要抓也不好抓 而且要看也不好看 所以 为了说自己看方便 你们看也方便 那其实放云端应该是比较好的 目前使用起来比较好的方式 如果我目前没有call pretty的话 那是取得外挂 我之前都是搜寻那个code 或coding等等的这种关键字 那目前的话好像有一个是 这个block 这个吗 或者是 这个还可以 只是说你们不能用 或者是其他的 那当然这个有些其他的 可能就要自己再稍微找一下 或试一下 这边好像有个什么 call formatter 这个应该也是 只是因为目前 这个call pretty已经够好用了 这我也没有再去试别了 所以也许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其他的什么 call formatter 因为其实这个call指的是程式 那程式的话 当然有每一种语言 每一种语言 他我看那个call pretty 他几乎都可以 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确定 那有些可能会针对某部分其中语言是可以 那其他语言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当然 可能要稍微试一下 那尽量因为你们目前 所学的东西跟以前的那个 Excel应用是不一样 你们现在学设计 那设计类的 这种我觉得他的专业度一定还是比应用类的工作 我觉得难度一定会比较高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投资的话 其实我觉得未来信真的是 会蛮值得投资的 因为最近也有个同学信杰班以前学过 他说他学过的课程里面最值得投资 就是类似这种课程 因为他是好像是跟那个金融有关的股市相关的分析师 然后他说他学的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他之后呢只要他身边的人只要想要学他就推荐 然后问我说这个课 那不过他们 一般好像平常白天都没办法 晚上没办法来上课 所以问我有没有假日班能够 能够那个开 不过跟他讲说我目前 假日我是基本上不上课的 因为我觉得 生活还是要有点品质 所以基本上像之前 这边的主任也问我说 假日要不要开了吧 我说就没有办法了 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品质问题了 所以 这部分的话 也许 他也会想说多多写一点东西 或做一点事情了 不过我觉得 人难免 稀有余 力不足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是 抛砖引玉嘛 更多人学会了 然后呢也越多人越应该分享的话 那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健康的 而不是说好像 有人学会了就自己 把这 知识藏起来 然后呢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这有些感觉是比较 不是那么健康啦 OK 这大环境大家如果都会的话 不是很好吗 好对 如果 整个台湾每个 连小朋友都会的话 以后做几事还不得了 哇 以后人家来到台湾 哇 这国家怎么 到处都 太恐怖了 连小朋友做什么事都开始 啪啪啪啪写词 然后事情就搞定了 哇 这以后真的不得了 所以其实 你要让人家 知道说你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先去做什么 才 比较重要 而不是说 你一直在 变说你到底有什么 你变再多没有意义啦 你说你没有就没有嘛 你 对不对 真的有料 说真的 马上测试就知道了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没有料 那赶快去学习吧 对不对 这样比较实际一点 OK 再来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 所有东西汇进来的话 那 再来的话 当然 第一个 我可能会需要 我的需求是这样 就是 把那个目录里面 三重到 峰原 所有东西 一个一个把它开起来 并且把它汇整到哪里呢 汇整到Excel 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新档 那假如说我今天已经写好程式的话 按下去的话 应该全部就OK了 有没有 瞬间 Ctrl向下 所有 从 那个 三重 到 凤山 刚 每个档 它基本上就全开了 然后呢 并且帮我汇整到这边来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呢 做法 一是 可以 先做什么 先录制聚集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 那特别之为你可以怎么样 把刚刚的动作 也计 也计 第一个录制聚集 那名称的话也计叫聚集一吧 假设 那名称不改没有关系 之后再改OK 那我们做什么呢 先 把 也许 不过你录制聚集之前可能要先 彩排一下 那我第一个先切到 资料里面的 事情有从未吧 其实这个逻辑差不多 只是差别是 录下来之后 做程式的修改 那只是说呢 改什么 改那个DIR加 多坏 进去就OK了 逻辑差不多 我们来改一次给各位看 第一个 从 文字档 那我只要先取一个三重 好了 然后呢 这个用分格符号 下一步 这个 这个 资料好像没有标题 所以这个 这个就不要打勾 分格符号的话呢就是空格 然后按下一步 这边就按完成 然后放在A1 OK 这样子的话目前是放 一个档案 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发能力停止掉 第二个动作的话就把这个聚集一 编辑一下 那里面呢基本上 这个是开一个档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 里面呢就是V10到V10 你会发现 它其实也是用Query Table 只是差别在哪里呢 之前的这个地方 叫做 那个UIL 有没有 这边呢它把它改成Test OK 所以基本上好像类似的东西 那还有Command Type 一样会出错 所以你会发现 前面录制的东西都差不多 而且我发现 这边呢底下的这些层次 基本上 真的也只需要三行就好了 我后来发现 就跟那个我们之前 那个录制网络的聚集一样 上面这些其实你只要留什么 留这个 Space这个 因为我们是Space 用Space为True 上面这些全部可以Delete掉 然后呢 留那个什么呢 还有留一个那个Refresh 上面这一条也可以删掉 所以我试过好像就是留 用空白 有没有Space 当风格为True 然后呢我要的Array 1111 这个11指的是 你要的资料是1 如果你那一栏资料不要的话 我记得好像改9吧 比如说里面有4个栏位 有没有 你会进来不就有4栏 对不对 1234 如果其中一栏不要的话 你就把其中一栏改成9 他就是不要的 我们这边是都要 所以4个栏位都要 那最后把它Refresh 好那如果说我假设把第1步 我先把程式改成比较精简 然后呢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我们把它Run一下 看OK 你会发现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1 可以把程式改短 那2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目录 有没有 斜线 档案 目录档案 所以我们可以 把这个地方 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 我们刚刚的那个DIR 配合那个都化回圈 然后分别取到目录里面的每一个档案 一个一个位给他 然后一个一个去把它开启 那开完之后的话 第2个问题 Distination 有没有 A1 这个1 不是我们前面讲过吗 我们可以第一次的时候放在 第一次的话是1 那之后的话就向下追踪 向下追踪 有没有 这样的话就全部可以 把这个给改完 所以请各位先 第一个先试一下 录制聚集 然后大家改一下 如果你 当然你不知道删哪一些东西的话 反正你就留着了 只是说我是觉得看起来就觉得很 很 很就是觉得说那么多行 看起来心情就会觉得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砍掉一些 反正感觉 城市就觉得 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留着感觉 就是真的 越看会越觉得很烦 对不对 就一定要把它 所以我的时候 就是 至于哪一些 OK 我都还要试一下 不见得说你砍掉 砍掉哪一些 能不能walk 真的要花点时间 但是经过测试结果 因为我们是按照空白 Space 后面True的话是按照 那个空白 所以每一行每一行有对应关系 你也可以 看一下他给的那个讯息 两边对照一下 你大概就可以找出答案了 后面的话请各位 就是再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地方 路径名称 然后向下追踪 把它做出来 另外的话也许如果你动作快一点的话 你可以再改写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第一个 进来三重 就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钢山 可能钢山一个工作表 或者中立 中立工作表 分别 放在不同工作表的话 有没有办法改写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